希望做到那個客戶編號跟商品編號的自動化 那當然這個地方需要一個下拉清單 不過剛剛遇到狀況就說這邊底下明明有了 可是去得出問題 那問題出在哪裡 你會發現這個可能連結到另外一個檔案去 所以乾脆把這個刪掉算了 沒有用的 乾脆重來算了 不然有時候 好像途徵干擾而已 乾脆把它刪掉好了 因為有些好像是 連結到錯誤的 所以你要確定一下是不是在同一個檔案 不然的話可能抓不到 好 再來的話怎麼見 其實從來也很簡單 如果你要這邊見的話 用什麼呢 從選舉範圍頂端列 確定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編號 那就可以查到 再來順便把這個做出來 這個範圍 上面不含那個 這個叫客戶好了 因為等一下 VIRUS函數會用到 所以把這個先見好了 那見的方法當然你可以從定義名稱 定義名稱 或者乾脆 我後來發現有個更快的方法 選完之後 上面這個地方不是有個格子的 你把它貼上 按個Enter 這個時候 以後呢 這個範圍 就叫客戶了 有沒有 那你到 再到那個 名稱管理員裡面 也會出現一個客戶了 那等於就是說 你定義名稱 這樣定義 跟從這邊選的 輸入到這邊的結果是一樣的 那哪一個快呢 感覺好像這比較快 所以 這個提供 這樣一選 上面也會客戶名稱 表示這個範圍 就叫客戶 OK 沒有問題 那我們再來 有了這個時候都要切回來 那客戶編號自動化 就是說 第一個 一樣用什麼 資料驗證 一樣是清單 F3 那這個是客戶編號 確定 再一個確定 下拉就有了 但是呢 我要用客戶編號 幫我查出其他的 那怎麼查 很簡單嘛 用什麼 V2函數不就OK了 最近使用過 確定 用它 去查什麼 F3 剛剛不是有個客戶 OK按確定 查第幾欄呢 第2欄 0 因為要一樣的 確定 有沒有 那當然後面的 一樣 本來是第2欄 那個公式一樣 改第3欄 所以把這個貼上 然後3 打勾一下 這個地址 應該是第4 所以這邊改成第4 他就查第4欄 打勾 就出來了 向下 填一下 OK 這應該沒問題吧 反正自動就帶出你要的 但是有個問題 Delete掉 找不到啦 為什麼呢 所以你要變成說假如啦 當然如果你覺得 這個 沒影響的話就算了 如果說你覺得有影響 那你就怎樣判斷一下 如果這邊是空的 這邊怎樣 也要是空的 那怎麼寫呢 其實很簡單嘛 第一個 把這個 剪下來 插入一個什麼呢 邏輯 有沒有 如果什麼呢 這個是空的 當然你這個是空的 有幾種判斷 Is blank 也可以啦 或者等於什麼 這樣就好了 這個就表示 他如果是空的 應該可以理解吧 或者另外有一個函數叫 Is blank 也可以 不過呢 後來發現 Is blank 容易出錯 明明裡面是沒有東西 他卻判斷為 有東西 所以後來我都 不太用那個 Is blank 那個函數 我都用這個就好了 Is 空的嘛 反正這樣很好記 那就做什麼 如果它是空的 那你也是空的 反之呢 就是剛剛不是撿下東西 貼回去就好了 按確定 試一下有沒有 點一下 有東西 Delete掉 他沒東西了 有沒有 這個 應該會啦 反正後面自己 就玩一下就OK了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商品編號自動化 所以流程都一樣 那我快速的做一下 第一個一樣 把這個 選起來 然後做什麼呢 做公式裡面的建立 有沒有 然後頂端列 再來把這個地方 這個範圍做什麼 就是在打兩個字 商品 所以這兩個字 先Ctrl C 一下 然後把這個範圍 選起來 游標放上面 按Ctrl V Enter 好 就這樣子 那你就會有 有沒有 然後一樣的方法的話 把 這個範圍 全部 都要下拉清單 改成什麼 這一樣 就是資料 資料驗證 這邊有沒有 清單 來源就是F3 那他是商品編號 確定 確定 這邊就會下拉清單了 但是 序號怎麼來 其實序號的話 比較麻煩 就是 他可以按照的 Raw的編號 有沒有 比如說第幾列 那如果是第7列 可是他顯示01的話 那怎麼做 第一個 你可以 等於 Raw 或者直接插入函數 這個應該 前面有講過 Raw Enter一下 7 可是這個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什麼 要是1 所以 減掉多少 6 打勾一下 1 可是我要的格式是 01 怎麼辦呢 前面應該講過吧 用什麼 T EXT 有沒有 刮虎一下 移到後面 逗點 怎麼了 00 再打勾 有沒有 就有了 那另外的話就是 向下填滿 可是 他現在出現 好像不是正確的時機 他出現的 什麼時候出現呢 當他有資料 他才出現 當他沒資料 他就不出現 那怎麼做呢 像填滿之後的話 一樣嘛 把它 剪下來 插入一個什麼 一幅的邏輯 如果 如果 他 有資料 或者是 等於空的話 那他也是空的 反之呢 把剛剛的公司貼上 應該懂的意思吧 按確定 那再向下填滿 那再向下填滿 當他有資料的時候 他就有資料 有沒有 這樣子不就有編號了嗎 對不對 OK 那你這個範圍裡面需要他 他就出現 他不需要他就不會出現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而且應該很好記啦 以後反正就照這樣的方法 一個表單自動化全部都做好了 另外如果你要保護他 你可以把他保護起來 你也可以把公司保護起來 等一下會講 不要讓人家看到 裡面你怎麼做的 他只會看到 你有跳東西出來 怎麼做的 很抱歉 沒辦法 讓你知道 怎麼 保護起來 等一下再講 另外這個我想這個應該也會啦 商品規格 就是從他去查的 這個跟上面一樣啦 所以這個我就要 自己再玩 那數 單價這個也是這樣 這個兩個都用X去查的 數量部分的話是根據什麼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下拉清單 那這邊我想你們自己再弄一個下拉清單好了 就是 這個下拉清單是固定的話 你就給他一個清單 那裡面的話 假設最多五個項目的話 1 豆點 2 3 4 5 有沒有 這樣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全部的話 記得把整個選起來 整個選起來有沒有 然後呢 再去做呢 來源 全部就12345 這樣就OK了 這邊先取一下 這個 簽全選 然後這邊的話 就資料驗證 把這邊改成什麼 清單 給 這些東西 確定 以後的話就向下 那小計 那小計的話就是把 這個乘這一個 就一個小計 這個全部加起來 就是總銷 就是總銷量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覺得表單的 複雜度太高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就是在 你的那個 Excel裡面做自動化 也OK 而且反而我覺得 對各位來說 好像 控制 上面 好像比較容易控制一些些 在表單裡面你可能要寫很多程式 對各位來說 應該 會困難許多啦 所以這兩個 到底 誰比較好 我覺得你們可以 自己在做判斷 那初期的話當然在 在那個Excel裡面做啦 可是我覺得未來你要做的專業一些些的話 恐怕在那個表單上面你剛才可以慢慢轉變 到表單 好